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停在1个4月4日 没有割韭菜式 有些观众朋友说是割韭菜式 没有割韭菜式 像冬岳那些走下去 这只值得支持 我今天热情推介 这一只西部水泥 两样好处 受惠于国家的基建政策 第二样是价钱低 这么多水泥股里面 最便宜是这一只 你说2,000元 2,000股一手 你在说过4即是多少次 总之很便宜 总之计一计数 不好意思 好 现在来 跟大家买单计数 究竟多少钱一手 你说转一些注码 去这些水泥股 我真的觉得OK 还有你不要一注入 分两注入 第一注 现价推入就行 爆上去就放止要 我觉得中国神华可以分两注入 升到这位 说真的 回一回才再买 神华从来都不是散户炒的 如果炒煤炭 如果散户炒得多 就1171和中煤能源都多些 神华是什么人炒呢 是很满的人才炒的 所以你选对股票在股海那里 在1088我敢说 现在不上20元 他说11月12月头都会上20元 就因为 纯粹因为天气冻 或者要回燒煤 我就觉得真的会充到20元 你分两注入 现价位部署一注 而且神华我记得印象之中 KKK你可以查询 究竟神华什么时候派息 我记得他还没随正 还没随正之前 可能有些资金 如果科技估不到 冲进去避险 拿着息 然后一起走 20元是必定到的 你说真是很纯粹 概念也好 当专题息这样说 要说525的 其实就是广深广股份 就是那个铁路股份 你不惊不觉 这一只 大家炒疫后的复苏 经常在看东方航空 南方航空 国泰 你看看你够胆 8月那时的底部 很明显确定了 只看图表 过三你买一注 现在就过半 你说有没有机会暗落一些 我觉得没有机会 随时咬腰去过六过七 这两毫子 就是小弟初来报道做 这个time slot的时候 送给大家 大家记得部署 这些股份 没有人说的 但是这些股份 会不会无故地跌下去 怎样都不会跌 是国企来的 是不是 我死了 广深港铁路也不死了 大家要回答什么 直通斜的 是不是 他也有一些 那一类的铁路概念 到时通通的时候 你留意一下 其实高铁 有两年没用过了 那个站 如果开开的时候 高铁开通 又可能真的很兴奋 525 大家留意这个 number 吧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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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